好 那个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课程开始之前 我们提醒一下 我们提醒一下各位同学 那个关于作业三跟期中考的这个 信息的部分 我们先试试试试试试试 讯号调一下 我们提醒一下各位同学 作业三跟期中考的部分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的11点59分 是作业三的上传的截止的期限 OK好那下周的周五到周日 周五到周日 所以同学这边稍微注意一下 期中考就是考试它的 这个时间的部分 考试的时间这个部分 和各位同学平常缴交作业的 时间点不太一样 同学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 考试的部分的话同学那边看一下 作业开放的这个时间 就是这个连接点进去可以看到的时间 会是早上的九点 就是有点像是就是仿照我们上课的时间啦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写 not available until October 27 就是说它是10月27号的早上9点会公开啦 好那同学看一下它的DUE DUE是10月29号 所以就是27到28到29 所以就是48个小时 然后也是同学可以注意一下 它截止的时间是早上的8点59分 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平常作业的 绞交的这个截止时间 会是周五的晚上11点59 但是这边要稍微留意一下 考试的部分 不管是下个礼拜的 会公布的这个期中考 还是期末考的这个部分 它都是早上的9点 这个作业的连结打开进去的话 会看得到内容 然后它会是在48小时之后关掉 所以会是两天后的早上8点59分 会截止上传 OK好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同学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部分 好那原则上其实就是 同学如果做过了作业一到作业三 其实大概就知道说 我们这个作业绞交的整个流程 它是怎么做的 所以关于这个期中考这个部分 同学其实也不用太过的担心 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作业四 这样子你就把它当作是另外一个作业 但是这样子一个作业 它要你写作的时间比较短 平常我们都给各位同学 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写 然后如果你真的没办法 在一个礼拜内写完的话 其实你到学期末前 也都还有补教的时间 但是考试的部分的话 同学就是注意一下 它的性质就是比较不一样 它就是佼佼的时间比较短 它就是两天就要你把它 完成这个上传 然后没有开放这个补教 没有开放补教意思就是说 同学会发现到是说 它不像其他的作业 其实Due Date到了以后 其实还是可以再上传的 因为它会什么 Available Until 我们的这个学期中 学期末这样子 好但是考试的部分的话 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们就是只有一个 可以开始写作的时间 可以开始上传的时间 跟终止上传的时间 然后是48小时之内的一个设计 OK好所以大概是 这个作业三的 绞交期限的一个提醒 跟下个礼拜 五早上九点到 下个礼拜 天的这个早上九点 这个之间 还有一个 Mid Term的这个 要绞交 所以就是提醒各位同学 接下来的这两个部分 好那同学这边也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Mid Term它的占分 还有Final 其实都一样 考试的部分的话 它的占分 会占分到20 所以平常你写一个题目 你得到分数是1分 好那其中和其中 其中考考还是10个题目 只是说 这个其中其中考考的 这个10个题目 每个题目你写完了之后 你得到分数是2分 那同学就会问说 那它的难度 会不会是作业的两倍 没有没有 其实没有 大概跟作业的状况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OK好 所以你不需要太过的去担心 这个东西 考试的这个部分 但是同学要比较担心的 就是这个佼佼的这个期限的 要注意 就是因为它是早上9点 到两天后的早上9点 那过往的经验就是蛮多同学 都很容易 miss掉这个佼佼的期限 就是它可能会继承是 礼拜天的晚上11点59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边要特别提醒各位同学 那假如你可以的话 你就是尽可能的早把它完成 早点把它上传出去 以免去忘记这个上传这个时间 OK 好 那过往的这个经验 确实是说 即便我们有在考试前提醒 还是会有同学就是有忘记的这个情况产生 那我们这边还是一样 就是请同学不要错过这个期中考的时间 OK 好 那我们期中考会涵盖到的这个主题的这个范围 所以是我们module里面week1到week7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涵盖到函数的这个章节 涵盖到函数这个章节 那我们会把类别和模组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挪到期中考之后再跟各位同学讲 所以我们考试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以函数的这个章节作为我们初题的这个范围 OK 好 所以大概你要在期中考的这个作业中完成的也是十个函数 那这十个函数 其实就跟我们作业一到作业三的形式 还有要求其实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都有顺利的完成了这个前面的这个作业 然后你大概也不太会在考试的这个作业上面碰到什么问题 OK 好 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同学讲的是 Python的函数 那首先我们跟各位同学讲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从这个作业一开始 就要求各位同学写函数来完成作业呢 就是这个原因是当时我们在课堂上面和同学有提到说 函数是作为一个可以应用的程式码的一个最小的单位 就是说假如同学写出来的这个程式 没有办法用函数或者是函数以上的这个层级去组织他的画 那基本上他是没有办法用的 就是没有办法用 没有办法用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你可能写了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内容 或者是只能自己用这样子 就是他是不到可以使用的这种状况的 OK好 那同学什么样子的程式码是可使用的状态呢 可使用的状态的话其实就是说 他是经过组织过后的程式码 然后是可以使用的 那什么叫做组织过后的程式码 然后是可以使用的呢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要去依据我们的需求 我们要去检测说 我们的这个程式码它到底应该要包装成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那可以让使用的人在一个轻松 而且方便的这个状态之下去引用它 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稍微跟各位同学稍微再讲一下说 同学我们的这个课程呢 每一个同学都要缴交作业嘛 那同学有没有想过说 为什么每一次缴交的这个作业 比如说大家写的这个函数和名称都是一样的 但是比如说它是怎么样在批改的过程中知道说 哪一个函数是哪一个同学写的 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说这个函数是他写的 这个函数是他写的 那原因是这样的 原因是因为大家在缴交这个作业的时候 它是一个程式码的这个档案嘛 那这个程式码的档案它的档名是π 那这个档名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从intu core就是把它下载回来的时候呢 它会在这个档案的前面带一个各位同学的学号 所以我们可以经由这个档案的学号去知道说 哪一个π的档案是哪一个同学缴交的 那在这个π的档案的里头每一个函数的名声虽然是一样 但是因为它下载回来有带档案的名称 有带着各位同学的这个学号 那我们就可以经由这个档案的名称 去使用里面的这个函数 然后去辨识说 这个函数是由哪一个同学所写作的 那在π改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原封不动的再跑一次test runner 就是各位同学在缴交之前 会去run的那个test runner 那我们就去run那个test runner 然后把同样的测值又跑进去再跑一遍 然后去看说 这一些测试 它通过的这个数量是多少 然后再给予各位同学它的一个分数 这样子 那对我来说 这个就是所谓的可使用的这个程式 因为各位同学写作的是一个写作在档案里头 然后是有函数的一个层级的 所以我在引用各位同学的程式码的时候 是非常便捷的 而且方便的 那说老实话我也不需要去看 各位同学里头写的程式码的正确的内容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去阅读你写作的这个内容 对我来说我的概念有点像是说 把各位同学的程式码抓到我的一个环境里头 然后我丢这些测值进去 然后看你的程式码能不能回传符合预期的这个测出 那假如可以就通过 假如不可以的话就没有通过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让各位同学的程式码是属于一个可使用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这边讲说 什么东西叫做组织程式码 讲简单一点来说就是说 协助各位同学的写作出来的程式码 它是可使用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就叫做组织程式码 好 那等于Python它在程式码的组织上面 它非常的单纯 它就有点像各位同学在使用自己的 这个电脑里头的这个档案总管的概念很像 同学你在电脑里面使用档案总管的时候 最重要的两个东西是什么 同学在电脑里面最常使用的东西 一个东西叫做资料夹 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档案 对 档案总管里头 对各位同学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 这两个东西 对你们来说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资料夹跟档案 那档案部分其实我们又分什么 一般的档案跟所谓的可执行档 可执行档这样子 所以其实Python它在组织 它的这个程式码的思路上面 它跟你的电脑 档案总管在组织你电脑中的这些物件的时候的思维是一样的 好 Python它有一个应用程式 叫做Python EXE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直译器 就是说它透过这个应用程式 它可以把程式码转换成电脑的语言 OK好 这是应用程式的这个部分 那档案的部分 同学到目前为止 在我们写作业的时候 你看到我们的专案的资料夹中都会有Test Runner 然后副档名是Py 然后我们的作业的这个要你写作的作业 比如说Assignment 1 Assignment 2 Assignment 3 后面也都是一个副档名是Py的这个档案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档案的部分 OK 好 那同学最上面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 每一次派给各位同学的那个专案 那个其实都是一个资料夹的这个形态 所以 资料夹 档案应用程式 这个三个东西 就是Python的一个组织程式码的方式 所以是很简单而且直观的一个状态 OK 好所以同学如果知道 电脑中的这个资料夹跟档案 它是怎么样子去分工的 其实你大概在介入到Python 这个组织程式码这个部分 你应该是可以蛮快就吸收的 OK 好 那同学你要组织这个程式码 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出发点 这个非常简单的出发点就是说 我们希望这个程式的本身 它可以达到两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叫做 more reusable reusable reusable意思就是说 它重复利用的这个方便性是高的 好 那more scalable 就是说它如果想要执行一次或十次或者是一百次或者是一千次的时候 它是方便去运行的 好 那同学我们接下来来跟各位同学来讨论一下 就是比如说reusable好了或者是scalable好了 这两个东西它某个程度来说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关系的 那我们再以我们课堂上面去改各位同学程式码的这件事情来举例说明好了 就是我们刚刚其实跟同学问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从作业一开始就要求各位同学写函数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假设我们这堂课有150个学生差不多 我们这堂课大概是介于180左右的这个学生 有可能在加退选之后还会再 在退选之后可能会再差一点的 大概在180左右 那每一次的作业每一个同学都有十个函数 所以等于是说在批改的过程中我们要叫1800次这个函数 这样子 好那同学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我没有要求各位同学写作这些作业的时候 用函数的方式写作 我就说反正你只要把答案有可以print出来 或者是什么就好了 那是不是代表是说我要有点像是复制贴上 我要复制贴上各位同学绞交上来的这个程式吗 复制贴上然后我自己runrun看看看答案是不是对的 然后我要做什么 这样每一次的作业我就要做1800次 OK好那同学这样子做来得及改各位同学的作业吗 一定来不及改各位同学的作业吗 OK好所以同学同样的一个函数 比如说我要叫180 同样的一个问题 我要改180个同学 那这个东西它就叫做reuse 它就会有一个重复使用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不只在看同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但是它因为有180个同学 所以它被膨胀了180次这样子 那scalable的这个部分 那现在有10个问题 所以它又有什么 它又有一个规模性的这个状态 每一个同学又都有10个问题在回复 好那所以要解决这种需要重复使用 然后需要规模化的这种问题的时候 它就会来到什么 来到一个思考的这个环节 就是说好我要怎么样 好我要这位同学交交上来的程式吗 可以让我在很短的时间之间就改完 然后让同学可以很快的收到它的成绩呢 那答案就是说我们要让 我们要交上来的这个程式吗 它是一个组织过后的样态 好那对我们这个组织过后的样态 最简单最简单的状态 其实就是函数的这个状态 所以解决的这个办法就是说 我们请各位同学写函数 所以Python它有三有层级的这个功能 提供各位同学去组织程式吗 这样子 好第一个层级就是Functions 那这也就是我们讲的 最小单位的可应用性的程式吗 最小单位的可应用性的程式吗 就是说你一定要写到函数 那才有比如说才有一个资格去讨论说 我写的程式吗 能不能够被你去使用这样子 好那在上一层的话 我们就会是类别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除了用函数去组织程式码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类别去组织程式码 所以Functions是第一层 那类别classes会是第二层 那第三层会是modules modules我们可以翻模组 所以模组会是我们最上一层的这个组织的这个方式 所以同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入门中阶 然后进阶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我们在入门的时候我们就是写函数 那当我们函数越写越好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入门中阶 中阶 中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写类别 那未来我们就可以很进阶去写模组 那具体来说的话 同学其实我们在各位同学绞交上来的这个作业的这个样态中 同学可能没有意识到 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是请各位同学绞交一个模组上来的一个状态了 就是在Python的这个思路里面 它规划的程式码的组织里头 它的档案形式的这种程式码 也就是副档名是Py 然后里头是Python程式码的这样子的一个档案 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模组 所以其实同学绞交上来的作业的一个形式 它是一个模组 那这个模组中有十个函数 所以我们就用各位同学绞交上来的模组 那因为各位同学绞交上来的档案 会有一个你独一的学号 那那个学号我们就当作是你的模组的名称 所以就会变成是你的模组是你的学号 然后你里头写的这个函数 我们就可以用学号去区分说这个函数是谁写的 OK好 所以本质上面其实我们用了模组的这个观念了 只是说同学现在还不知道说那个东西就叫做模组 然后就算你拿到一个模组 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引用这个模组里头的程式码 OK好 不过这个在我们期中考之后的章节同学都会学习到说 我们怎么样去了解一个模组或者是一个函数这样子 好 那同学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层级有三个 一个叫做函数一个叫类别一个叫做模组 那我们刚刚也跟你说它是入门中阶进阶这样子一个思维 那具体来说的话它在 它在组合的这个层面上面的话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形态 就是我们可能有几行程式码 那这几行程式码它可以组合成为一个函数 那同学当你手边有好几个函数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可以组织成为一个类别 那当各位同学手边有好几个类别的时候 也许你就可以把这些类别组织成为一个模组 那当各位同学手边有好几个模组的时候 那这好几个模组也许它是解决同样一件事情的 那你可以把它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模组 所以它在组织的这个行为上面跟各位同学的答案总管就很像 同学比如说我们现在以文字好来说好了 同学打了一些这个文件 不管你是用word打还是什么 你有一些这个文件 那这些文件你打在一个文件的这个档案里头 那同学你会继续的去生成这个文件 那你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文件答案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用一个资料夹把它收纳起来 对吧 所以你就会开一个新的资料夹 然后把这一些文件都放到这个资料夹里头去 那同学有没有想过说 当你的资料夹多的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当你的资料夹一多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同学习惯在学习中去做 课堂的这个笔记 好那同学你一个学期可能都会修 五到六门课 六到七门课吧 我猜啦 大学部的同学可能一个学期 比较适当的 修课数量大概是六到七堂课 大概二十八到二十一个学分左右 这样应该是比较可以附和的状态 我猜啦 A位 所以可能 可能是六到七门课 那同学你看到六到七门课 每门课都有十六周的这个笔记 所以你可能就会用什么 你就可能就会用说 每一堂课一个资料夹 然后每一个资料夹里头都有十六个文件 那这是课堂笔记的部分 但是同学学期中疗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 你发现你手边有六七个资料夹 那这六七个资料夹里头又都有 各自有大概十六个文字的这个档案 可是这个学期已经结束了 所以你就会用一个什么 你就会用一个比如说 2023年秋季班 2023年秋季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夹 把刚刚那些资料夹又全部的把它包装起来 就是你用收纳起来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告诉你说 当到了模组这个层级之后 他已经没有在上面一个层级了 但是他就用什么 他就用相同的一个层级继续去包含 概念就很像资料夹 同学当你的档案收纳到资料夹的时候 没有比资料夹更上一层的形式了 所以他就是用一个更大的资料夹 去把小的这些资料夹又包装起来 又包装起来 所以他就是一个类似像是树状的 档案结构就出来了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各位同学 谈论第一个程式码组织的层级 第一个程式码组织的层级就是 函数的这个层级 好那同学 函数的这个层级 函数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好 好这边我们有简单定义 函数它就是一个所谓的 name sequence of statements sequence of statements 其实同学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说 你的程式码的这个叙述的这个部分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定义一个物件 可能是做一个数值或者是物件的一个运算 可能是写一个流程的控制 可能是写一个条件的判断 可能是写一个回圈 这个都是我们所谓的sequence of statements 那当你把这个sequence of statements 去给予它一个命名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函数的概念 所以同学我们在函数的这个def 后面会给一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其实就是在 程式区块中的这一些 程式码的一个代名词 我们会给它一个代名词 就是说当我叫这个函数的名称的时候 Python就会去执行 这个程式区块中的程式码 OK好所以我们这边跟你说 specify the name and the sequence of statements later 然后我们再透过函数的名称去使用 这一些程式码 所以它会分两个阶段 分两个阶段 所以同学会发现到说 你的这个作业 当你定义好这个程式码的时候 当你定义好函数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任何的作用 它真的要发生作用的时候 是在比如说同学去run 那个test runner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 这个函数它的作用正确与否 如果你单纯的只是把 那个assignment 这个部分函数就是写完 然后你试着去跑 那个assignment的那个档案 你会发现你跑那个assignment的档案 其实没有什么任何的效果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呼叫 那我们的呼叫是在哪里呼叫的 我们是在test runner那边去呼叫你的函数的 OK 好 所以函数运作这个形态大概是这样子 OK 好 那当然我们已经做过很多的函数了 但是函数的这个结构都是 我们预先提供给你的 就是我们会在那个readme的file里面 去把函数的结构提供给你 好 那这个函数的这个结构这个部分 最重要的有两个保留字 第一个保留字就是def这个保留字 define def 那def这个保留字 它就是在描述说 你的sequence of statements 要用哪一个名字去做它的代名词 好 所以你在defdefine后面 会给我function net 会给我function net 好 那可能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return 就是说在这个程式区块的最末端 我们有一个return output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return output的部分就是在指定说 在这个程式嘛被呼叫之后 它要输出的一个物件是哪一个物件 你在这个程式区块中 你可能会做出很多的物件出来 那你可以选择一个物件作为这个程式的 这个函数的一个输出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define 跟return这两个保留字在里面 好 那可能如果你的函数里头没有return 或者是说你的函数里头的return 比如说放在了一个if的条件式之下 那它就会遭遇 有可能遭遇什么样的状态 它就有可能遭遇到说是 在使用这个函数以后 没有输出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先前在介绍这个 这个资料类型的时候 我们就是介绍说 那其实就是一个non-type的状态 然后它就会挥传一个non回来 ok好 那这个是define跟return 那中间其他的东西呢 比如说function name后面的这个小括号 里头就是让我们去自己去填写 inputs跟arguments的这个部分 那输入inputs跟arguments 就是输入跟参数的部分 我们现在在课堂上面 应该有跟各位同学举例过吧 就是说一个是 以珍珠奶茶这个购买的例子来说 你的input就会是珍奶的价格 那arguments的部分就会是 这个甜度跟冰度的部分 那要怎么区分 input跟arguments呢 就是区分说哪一个是非给不可的 哪一个是可给可不可以的 哪一个是require 哪一个东西是optional 那甜度冰度是optional 还是这个钱是optional 甜度跟冰度是optional 你如果没有给 他就是预期你要一个正常比例的甜度冰度 但是没有给钱是不行的 所以inputs是require 但是arguments它会是所谓的optional 可给可不给的一个状态 好 那同样我们在inputs arguments 或者是在这个函数名称小括号后面 都会给一个type 就是资料的型别跟 或者是资料结构的型别 那这个东西的用途是什么 这个东西的用途其实就是 协助各位同学在阅读这个函数的时候 可以很快的进入状况 你会知道说 这个函数输入 会输入什么样子的一个资料 输出会输出什么样子的一个资料 OK 所以就帮助各位同学很快进入状态 好 所以我们后面有一个type的描述 它其实就是在有点像是在协助各位同学很快的 进入状况说这个函数在用的时候该怎么用 OK 好 那底下的话当然程式区块中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这个缩排 这个缩排用来形成一个程式区块 那我才知道说这个程式区块中的程式码 它是属于这个函数名称的程式码 OK 好 所以当你在叫这个函数的名字的时候 在缩排里头的这些程式码才会被执行 才会被执行 好 那同学我们的函数 它有多个不同的来源 有 这里我们帮各位同学整理出来有四个来源 第二来源就是最重要的内建函数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要哪一些内建函数 同学可以参考 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 那基本上我们现在用了很多的内建函数了 那当然还有许多我们没有用到的内建函数 在这个地方 但我们比如说我们已经有用过的内建函数 比如说print 或者是sorted 或者是这个tuple list dictionary 或者是这个string integer 这些 其实我们都有用过了 OK 好 那这些就是内建函数的这个部分 那这是Python函数的第一个来源 那Python函数的第二个来源 会是在所谓的standard library standard library 那这个standard library的部分 我们这里也有一个连结 同学可以点开来看一下 在这Python的standard library底下 我们也有一些所谓的标准模组 它到底什么叫做标准模组 标准模组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在安装Python的时候 它就会帮你安装到电脑中的模组 这些东西我们称之为叫做标准模组 那另外一个特性就是说标准模组 它的维护跟更新 就维护的这个部分 功能的一个维护的部分 是由什么 是由Python软体基金会去维护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它的网域 是放在python.org python.org 这个网域底下的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以模组的可信赖度 或者是可依赖度来说的话 标准模组的应该是最高的 因为它会跟着Python这个程式语言 有点类似像是共进退 只要Python这个程式语言没有 比如说没有被弃用 那这一个标准模组中的功能 就可以一直沿用下去了 OK好 那这个是标准模组的部分 所以我们function可以有内建 可以有标准模组的 那我们还有另外的来源是 第三方模组所提供的函数 functions defined in third-party libraries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就没有连结提供给大家 为什么没有连结提供给大家呢 因为 third-party library 它并不是统一由某一个单位维护的 它是由各自的一些团队自己做的 这些模组 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 list 出来 所以function defined in third-party libraries 我们就没有复连结 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是function defined by ourselves 那这个就是说 这个函数是你自己定义的 比如说我们的作业的这些函数 都是自己定义的 所以这个是第四个来源 所以同样在程式码中可以使用的函数 可以是内建的 可以是标准模组的 那也可以是第三方模组的 那也可以是自己定义好的 OK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 函数是一个最小可使用的 程式码的一个单位 其实在这个函数的来源上面 同样就会发现到是说 我们确实非常仰赖 用函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使用 已经写好的程式码 所以你从内建函数标准模组 还有第三方模组中 就可以深刻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OK 好 那我们这边很简单的 看东西看一下 好那同样如果你想要使用 内建函数的话 你要怎么样去使用内建函数 内建函数的使用很直接了当 你直接用它的函数名称小括号 然后把对应的输入 输入进去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比如说 内建函数中有一个POW这个函数 那有一个POW这个函数 你在Python中 你就可以直接的去引用这个POW函数 那它会提示你说 这个函数的输入有哪些 那比如说我们就输入这个3 然后5 3当做是底数 然后5当做是它的指数 那同样这个POW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用 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函数 那你就得到一个243的运算的这个结果 好 那这个是内建函数的使用 最简单的就是内建函数的使用 好 那假如说是标准模组的函数呢 标准模组函数 如果你在用的时候它比较特别一点 它必须要透过一个叙述 叫做FRONT跟INPORT 这样的一个叙述 才能够去使用 好 那当然我们先举个例子 假设说我现在需要一个随机的整数的生成 我们常会需要随机数的生成 好 比如说我现在需要一个随机整数的生成 我希望它生成一个1到10之间的随机整数 那这个随机整数我知道 有一个函数叫做RONT这个函数 它可以随机的生成整数 那我就想说好 那我要怎么样去用这个RONT这个函数呢 那同样你这边稍微看一下 在Building Function里头是没有RONT这个函数的 你找不到 你在内建函数的这个地方 你是找不到RONT这个函数的 那RONT这个函数 它其实是在一个标准的模组里面 标准模组里面 这个标准模组它叫做Random 好 这个标准模组它叫做Random 你可以在标准模组的页面中 找到一个Random这个模组 这个Random模组它说明是什么呢 是Generate pseudo random numbers 生成就是随机的数字这样子 好那你同样点进来 好 那它就会跟你说它有一个这个Random的模组 对不对 好那这个Random模组中同样你可以再搜寻RANINT 好RANINT 好那同样你会在Random模组底下找到一个RANINT函数 我要跟你说ReturnRandomIntegerN such that 介于什么A小于等于N小于等于B 这样子 Alias for rangeA到号B加1这样子 好所以RANINT其实是生成一个介于A跟B之间的整数 介于A跟B之间的整数 好那同样这个RAN的模组或者是RANINT函数 你能够直接用吗 同样你可以试试看啊 你就试试看 比如说同样你可以去PrintRANINT 像比如说110这样子 好那同样你会发现到好RANINT会被画什么 会被画这个波浪线 然后你得到一个NameError 同样NameError NameError就是说 RANINT is not defined 你没有定义好RANINT这个函数 所以他不认得它 那同学就会问说 RANINT函数不是标准模组的吗 那为什么还要定义 RANINT函数不是标准模组吗 为什么还要定义 那或者是说同学试试在RANINT前面加上RANDOM好了 RANDOM然后RANINT这样子 然后去RAN一下发现也不行 这个时候又跟你说NameRANDOM is not defined 所以同学就会好奇 就是说RANDOM是标准模组 RANINT是这个标准模组中的函数 为什么我想要用它都不行 它为什么一直跟我说not defined 它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在于是说 虽然它是标准的模组 但它并不是预先被载入的 OK好它这个概念就是有点像 我不知道我们之前可能也有举例过了 就是有点像各位同学 比如说现在带到学生教室里头的这个东西 就有点像是你的内建函数 你现在的笔电 你的水壶跟你书包里头的文具跟书本 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就是所谓的内建函数 随时想用 现在随时想用就可以拿出来用 那标准模组的这个概念就是有点像是说 它同样是你的同学的东西 只是不是你随身带在身边的东西 可能是你放在宿舍或者是放在书房里头的东西 那那些东西是不是你的 是你要用可以用啊 但是你必须要在使用之前先把它怎么样 先把它带到你的随身的这个包包里面去 它才可以想用就用 所以它会多一个步骤啦 多一个前置的步骤就是 我要用这个东西可以 但是我必须要有一个载入的这个动作 那这个载入的动作就是可以用 from还有random sorry from还有import 这两个叙述的保留字去做载入 ok 那同学比如说random这个保留字它不认得 那我们就可以用import random 这样子的方式去把这个standard library定义起来 那这里讲的定义它的概念不像是什么 不像是说你真的去定义一个random模组 从0到1去把它写出来 不是 它的概念是 我赋予这个名字一个什么 一个意义就好了 那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它已经写好了 它已经在你的电脑中被写好了 ok 好当你在下载 python的时候它就被下载好了 ok 好所以同学你看如果你有import random 那print random.ranin 就没有被划线 那你去run一下 它就没有出现本来的name error 它顺利的生成了一个随机的整数 好那你可能再run一次它又生成另外一个随机整数 ok 像是这样子它就生成一些随机的整数 好 那同学或者是说什么 或者是说你可以指定random这个模组 然后你去importranin这个函数 那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说 我只载入这个模组中特定的函数 好这个模组中可能有数十个或数百个函数 写好在里头 但我只取什么 我只取里面的ranin这个函数出来用 那我们就可以在前面加一个from from random import ranin 也就是说只从这个模组中载入一个函数到我的这个 到我的环境中去使用这样子 ok好那就是有一个ranin ok好那我们来run一下 同学你会发现到它也是成功的这样子 ok 好那同学这个就是标准模组跟这个标准模组中的函数 跟这个内建函数的两者在使用上面的一个差别 两者在使用上面的一个差别 好那同学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如果这个函数它是在一个第三方模组中定义出来的 好比如说我们这边举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第三方的模组叫做囊排 在这个第三方模组中 它同样也有设计一个ranin这个函数 那它这个ranin这个函数 它是可以生成一个数列形态的随机整数 同学刚刚我们的ranin 它就是一次生成一个介于指定范围之内的随机整数 那囊排这个模组中它还有一个函数叫做ranin 它也是叫ranin 但是它的作用比较不一样 它可以生成一个介于指定范围之内的随机整数 但是是一个任意长度的 所以比如说我可以生成十个随机整数 那这十个随机整数都介于某一个指定范围之间 OK好那假如说我现在想要使用的函数 是一个第三方模组的函数 那我该怎么样去使用它呢 好那当然我们下个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个使用第三方模组的函数 嗯 不然我们翻这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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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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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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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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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使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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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